国民党新北市长初选 侯友宜 周习伟两个人 假日擒跑行程 隔空互呛 炮火也不小 周习伟之前不断提到 侯友宜参加党庆不拿国旗 侯友宜反酸周习伟说 爱国不要老是用嘴巴说 也不是手拿国旗 就是爱国的表现 而周习伟呢 他也抗议初选不公 拒绝签收市党部送来的初选公告 他认为内容没有辩论 只有证件说明会 并采用全民调的方式 质疑是替其他员良心打造 出席后被宪兵会员大会 新春团败活动 侯友宜一开口 隔空回击对手周习伟 老是说他不拿国旗 爱国不用老是挂在嘴巴 爱国不是把国旗 拿在手里就叫爱国 投入新北市长选举之后 侯友宜从低调转高调 正面迎战周习伟 母鸡炮火猛 让想选市议员的小鸡们 一路紧跟抢曝光 如果大家加成起来的话 力量就会更大 新北市 就会有改变了更好的机会 那侯部市长本身人气非常高 那跟着侯部市长身边 我们看到民众的回应 很热情 也很正面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民众对我们的支持 党内同志商挺 老长官朱立伦 也从旁助攻吗 朱立伦曾三度拜访周习伟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让周习伟认为朱立伦 是在劝退他 这个言语的交谈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觉得 他大概是想希望 我就不要再参选 这次的新北市市长 其实我们就是 关心一下周县长 我也很 很欣赏他的画作 也很羡慕他过去 这几年来 在这个 绘画跟原意上面的成就 朱立伦的关心 周习伟不以为然 对于市党部送来的初选公告 也拒绝签收 内容提到3月25号之前 完成证件说明会全民调作业 完全忽视周习伟坚持的辩论 这份的初选公告 其实实际上是缩限了 所有有意要参选市长人 他的竞选的活动的时间 跟竞选的方式 更跟中央当初所 所要求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不去签收 我们不能做背书 游戏规则已定 周习伟抗议初选不公 替侯友宜量身定做 只能自己擒跑基层 想办法再初选这关突破 记住肖比周承辉 新北市